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就占了92个 大陆第二季GDP年增率只有0.4% 远低于预期 其中住宿餐饮跌幅最深 北京发放总价值1亿人民币餐饮小美券 希望拉台餐饮市场带动消费 南韩新冠疫情重燃 单日冲破7万例 创83天来新高 民众抢购感冒药 退烧解热阵痛剂供应求 而日本新增也超过7.6万人 孩童感染扩大 19岁以下就占三成以上 英国法恩保航空展上达美航空宣布 下定100架全新波音MAX客机 总值135亿美元 波音同时展示最新机种7T7X 乌克兰一名10岁女童在超市外摆摊 欢迎大家挑战西洋跳棋 付款金额将捐给乌克兰军方 女童是世界冠军 9天赚700美金 激情送达时让创办人感动落泪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全球的高温不断的破新纪录 台湾今天的最高温在花莲清水林道高达37.4度 欧洲6月份出现的热浪持续到现在 我们看一下欧美的热浪情况 在葡萄牙冲上了47度 西班牙的高温45.7度 意大利冲破了40度 法国41度 比利时40度 都创下了他们当地的历史高温纪录 而这些国家还有更惨的必须跟野火对抗 英国高温有40度 伦敦卢顿机场的跑道太热 已经融化了 航班大乱 铁路轨道因为高温弯曲 使得列车被迫停驶 今年到目前为止 全球已经有188个地方破高温记录 你现在看到的是全美国 美国有92个地方破了新高温记录 全美国有6000万人都住在高温警戒区域 很热的地方像是亚利桑那州高温也冲到了42度 联合国在这么高温的夏天发出警告 说我们世界上半数人口 现在都处在极端气候的危险区域 从今年往后看 以后我们这个地球 热浪会更频繁 而且热得更久 欧洲南部持续一个星期的热浪 已经造成西班牙和葡萄牙 共1000多人死亡 西班牙和法国野火蔓延持续恶化 欧洲地图上布满了起火点 看了令人心惊 西班牙一列行驶中的火车 也在半路遇上野火 一度暂停行驶 我发现这首次我看到 很快的热浪会传达 它可以变成了一段时间 它可以变成了一段时间 它并不是一件事 你不可以看得到地上 它只是传达在空中 跟热浪会传达 可能会变成了一段时间 你不可以看得到 但它们其实传达 英国这周也破高温记录 基础建设当初设计时 没料到温度会飙这么高 英国伦敦北部机场的跑道被融化 只能暂时关闭 至少有14个航班受到影响 必须转降其他机场 当地近38度的高温也导致铁轨弯曲 许多列车停驶或是改以低速前进 法国全国的高温比近40度 西北部观光城市被热到空无一人 店家说从早到晚连一个顾客都没有 否则我们真的想关闭 因为真的没有人 没有人在街上 今年到目前为止 全球已经有188个颇高温记录 联合国18日也发出警告 世界上半数的人口 已经处在极端气候的危险区域 欧盟预测今年野火情势会更加严峻 成员国已经在商讨要增购灭火机来应应 这个冬天会会很严重的挑战 给我们所有的团队 和我们在团队里面的处理 昨晚已经不错了 昨晚我们曾经有九个 的迹象兴趣的迹象 四个火灭火 这年我们已经有五个 今年美国也有92个破高温记录 6000万人处在高温警戒区域 亚利桑那州高温达到42度 送货的快递员也被热昏 跌坐在住户家门口 美国气象单位统计 今年美国和欧洲的高温破纪录的次数 已经超越低温破纪录 科学家认为由这个趋势可以推断 未来的热浪会更加频繁 更热而且会持续更久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来看 中国在极端气候持续肆虐的7月份 情况非常惨 包括了浙江 湖北 重庆 江西 福建 一个月都遭到热浪袭击 上海的徐家会在7月的高温 已经飙到40.9度 深圳有一个32岁的男子 中暑重度到现在还在医院昏迷 同时间在中国的四川 甘肃陕西 连遭暴雨变成洪灾 目前夺走12条人命 受灾人数高达4万人 暴雨跟艳阳的天气会趋缓 但是中国大陆的气象预报 从20号开始 中国要承受新一轮的酷热天气 极端气候对于中国 今年夏天的极端冲击 还会持续下去 几乎能把人晒到融化的艳阳 汽车内高温快要破表 一波波的热浪近来持续 清洗着中国大陆多个省市 包括浙江 湖北 重庆 江西 福建等地 上海徐家会14号更出现40.9度高温 历史上40度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里面 它是可能排到第三位 但是出现的时间也是遥遥领先 路上民众打伞的打伞 穿外套的穿外套 但不论怎么样防晒都难挡热浪攻击 这不都很明显吗 整个人像刚洗完一样 就算趁着日头还没到顶 来到绿衣盎然的动物园 想结结鼠也是枉然 平时白天也不出门 所以只知道外面很热 然后今天出来一下 也是专门找着上午 想说稍微凉快一点 但确实是很热 而且戴口罩就是很闷 光是戴着口罩就已经热到受不了 但是他们却是更惨 这个衣服啊 热的是不要不要 你看这衣服你看 一天到嘛 从来都不带干的 闷了头晒得闷闷了 为了解暑 检测人员花样摆出 从额头的清凉贴到腰部绑上 洁冻水宝特瓶 但仍然不敌酷热天气 不少地区传出志工中暑晕倒 此外各地更出现户外工作者 或是长期在通风不良处的年长者 因为重度中暑 送院急救甚至死亡的案例 深圳就有一名32岁男子 被热到至今人在医院昏迷 专家警告高温导致的重度中暑 将使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严重失调 可能会引发神经器官受损 死亡率最高恐怕达到五成 年长者更可能达到八成 才会导致体温剧烈的升高 人家形容说气管像煮过一样 其实是非常的贴切的 然而当一部分的中国大陆地区 正被高温蒸煮 另外一部分的中国土地 却是被泡在洪水泥流当中 四川 甘肃 陕西 山东 甚至湖北 武汉等日 连日来持续遭遇暴雨侵袭 这是拍电影 在吗 完全大 这武汉什么时候 持续的雨势引发洪水和土石流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0多人失踪 他来得太快了 有两三分钟睡进来了 有民众就目睹车辆 闪避土石流的惊险瞬间 快点跑 快点跑 有驾驶幸运躲过 从天而降的土石流 也有驾驶被土石流掀翻车辆 整个人就被困在黄泥之中 索性有热心民众上前救援才捡回一命 更有驾驶因为洪水来得太快 受困在水中动弹不得 索性有路过警察见状 赶快开来一台山猫 在最后关头从后车厢 把两名受困民众救上蝉斗脱困 总计这轮洪灾 造成至少4万人受灾 数千人紧急撤离 但在这种极端天气 人人忙着避难的情况下 部分地区民众仍然在街头排队进行检测 目前各地的洪水逐渐退去 高温也略有下降 但是 从周三开始富了大高压 又重回强盛 我们又要开始第二轮的连续高温 不过这一次的强度 没有上一轮那么强 大自然给人类的警告 仍然将持续上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战阵没有停 已经快五个月了 画面上您看到是一个十岁的小朋友 他是乌克兰人 他在基辅的一个超市外面摆摊 邀请来往的顾客 跟他挑战西洋跳棋 输的人会付钱 而他全部所得都会捐给前方的乌克兰战士 他摆摊到现在从来没有输过 因为他是青少年组的西洋跳棋世界冠军 摆摊了九天 就募得相当台币两万多元的善款 当他拿去给资助乌克兰军队的基金会的时候 创办的人看到他当场感动落泪 坐在小折叠桌前 女童吃着点心 桌上摆着一副西洋跳棋棋盘 只要和他对弈 输了就得付钱 所得全数捐给乌克兰军方 来这间基辅超市消费的民众 不少人抱着好玩心态玩个两把 没想到三两下就被他摆平 很多来下棋的人并不知道 才十岁的瓦拉利亚 叶兹和娃 可是青少年组的西洋跳棋世界冠军 去年夏天才把奖杯拿回家 于是他决定靠奇异募款 没想到才刚开始摆摊 九天就募得七百美金 约合台币两万多元 他上周来到乌克兰演员 普特里拉创办的基金会 致力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筹集资金 掏出这一叠钞票时 创办人当场激动落泪 女童只是笑了笑 画面被上传的网络 也让他因此爆红 当他再回到超市门口 已经有许多慕名而来的人在等他 像是这位大叔不惜翘班 也要过来下棋 和那同一个西洋跳棋俱乐部的孩童 也受到启发 纷纷开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 发起类似活动 孩子们也心细着我家的未来 越来越多心甘情愿来当输家的民众 只想和这位世界冠军来一张合照 新闻跟记者决定亲身感受一下 女童奇异有多了得 每一步棋都毫不犹豫 不到几分钟时间 记者的棋子全被吃光光 世界冠军全程保持微笑 又多了一名手下败将 乌克兰全民不分年龄 靠一己之力为国家做点事 在哈尔科夫的地下室中 头顶上还能听见龙龙空袭声 CNN记者跟着志工继续往下走 这里以前是废弃仓库 现在对方大量救命的药品 在记者采访的同时 头上的空袭造成至少六名百姓死亡 但他们没有时间犹豫 志工尤利亚和他的团队 正在打包各种药品 准备展开一个月一次的派送任务 带领车队出发的是一辆救护车 明迪让村民知道他们的到来 无论男女老少都来领自己需要的药品物资 包括村庄里的医师 医师拿的都是慢性病药品 像是胰岛素 心血管疾病用药 为村庄内许多老人家做准备 车队中还有一辆专门负责载运狗粮 让这里的狗狗可以饱餐一顿 主人在一旁露出久违的笑容 一小时后车队再度出发 前往下一座村庄 这里的居民大多只能住在铁皮屋中 志工团队不止准备药品 还有大量的热食 当乌克兰战火持续蔓延 一群像这样的平凡人 正在尽自己的力量 完全不平凡的助人一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中国的经济 那么因为中国持续不断的用清零做原则 而抗力的手法循着清零就封城 使得我们在这个礼拜的Focus已经谈到 那么有部分国外的经济学者认为 中国的经济成长在今年会大受冲击 甚至三分之二的城市可能会在财务运转上出现困难 北京已经开始发餐饮消费券了 从7月18号开始连发30天 发出的总金额高达人民币1亿元 就是为了拉抬内需疲软的经济 中国第二季的经济增长只有0.4% 而经过风控的上海上半年的GDP 也降了5.7% 追求清零的严格防疫 对经济的伤害越来越明显 中国大陆最近一天的单日新增将近700例 成都已经管控7天 广西的北海也紧急管控 而广州出现了社区强硬防疫 杂索破门到住户家里消毒 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发现单位的门锁被破坏 碎片散落一地 涉及至少7层超过120户 隔离机满返家看到这幅景像整层楼每户住家门锁全被破坏 仿佛被小偷闯空门 但这一切社区之委却说是为了防疫 这个是为了消杀 一个是怕有人躲在家里不出去 防疫的这个部门也不做的决定 怕有住户躲在家 不愿转移隔离 竟出此下策 广东广州这处社区强硬防疫作为挨轰 事后不仅被惩处 还得爱家爱户道歉 会为受影响的住户安装新的门锁 之后会按调查结果追击 面对本土疫情再度升温 极端防疫手段又出现 最近一天大陆新增699例感染 四川成都下令管控7天 限制跨省市流动 禁战前需要离我手上的这种初战通行卡 这样在抵达省内的其他四周 就可以比较便捷的初战 离开成都需要有初战通行卡 还得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另外成都市内所有酒吧 KTV等娱乐场所则被迫先关闭 在广西北海因为近6天内 超过500人染疫 当地也紧急管控 造成2000多名旅客滞留 根据日本投资银行野村18号发布的资讯 中国大陆目前有41个城市 处在全面或部分封锁下 覆盖2.64亿人口 在追求疫情清零下 对经济来说是一大重创 上海上半年就因为疫情封控 拱手将经济第一层的宝座 让给北京 上海上半年GDP总值 虽超过人民币1.9兆 但同比却下降5.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滑16.1% 其中住宿餐饮下滑超三成 我觉得下半年的话 其实我觉得上海的这个反弹速度 可能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企业层面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前期的这个政府的一些稳定政策 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落地 那起效 要拉回市场信心 上海重新强调 首电之都 美丽不见 即便有疫情封控的上半年 还是吸引了366个品牌 将全大陆第一家 或全球首家海外分店 开在上海 因为也是怕疫情会影响 就是后续的一些零售的生意 最终还是选择就是要开 中国时尚文化潮流最前沿的一个城市 同时也是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 上海相信首电能吸引消费者回流 大型生产更期待这些生力军加入刺激买器 那就是想去看一些新鲜的东西啊 就是每次逛逛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在近期 哪怕是客流还没有完全回暖的情况下 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好的首电的营业额的表现 一间只有50平米的店 他可以单天就做到2万的营业额 除了上海在贫富苏外 北京18号起也和餐饮企业合作 发出总价值1亿人民币的消费券 我觉得挺方便的 挺实惠的 明天再来的话 我会提前先去领消费券 北京的餐饮消费券是采用满额折底方式 比如有满100元折30元 满50元折15元等 连续30天都能献上领 期望接下来经济能好转 但这一切前提都还要考量疫情 大陆的严格防疫手段 成了贫富苏的最大绊脚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回来继续focus 沃尔战争演变成全球的能源问题 俄罗斯用能源反制裁欧美国家 通膨还有冬季将会发生的燃料供暖危机 让很多国家必须未雨绸缪 这时候私下争抢石油天然气 纷纷重新拥抱中东国家 像是画面上你看到的拜登 在上个星期五到中东 那么他跟王楚沙尔曼呢 用这个拳头相及的方式 那么展现他的善意 不过拜登终究是功败垂成 他没有办法说服 沙特阿拉伯增产 而法国的艾利社工迎来了贵宾 是波斯湾两大产油国之一的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新任总统纳哈扬 大国总统马克宏跟阿联新总统 比拜登呢要来的有利 他现在已经签下了协议 阿联将会增加柴油供应 以及其他跟法国的能源合作 眼看美国总统拜登 中东满油形碰了软钉子 到六月底 日产量超过一千万桶的 沙乌地阿拉伯 无意增产援助 停污制恶的西方各国 法国总统马克宏 立刻转向另一个 日产量至少三百万桶的 波湾供应商 波湾产油国权力最大的 两个人之一 出现在法国巴黎 爱丽舍工前 五月中才正式获选为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元首的 纳哈扬 上任后的首次出访 就与法国签订协议 增供柴油 法国对阿联除了目前 15亿欧元的 精炼油品采购外 渴望获得更多 能源供应保证 通货膨胀 动摇选票 西方各国领袖如今 积极向波湾产油国示好 美国总统拜登 试图与沙尾地阿拉伯 重修邦誼 但华游记者哈绍吉命案 始终是美沙两国难解的心结 美国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也有救援 今年初阿联与夜门叛军 军事冲突扩大 夜门内战市场代理人战争 不是秘密 拜登上任后 将与阿联敌对的胡塞叛军 从恐怖组织名单中 剔除 阿联为此抗议 不过今年5月 阿联领袖正式换人 2014年 身家破百亿美元的 阿联第二任总统哈里发中风 当时就在幕后代理 掌握实权的 同父一母弟弟纳哈阳 在今年哈里发去世后 当选新任总统 纳哈阳与沙国王 楚沙尔曼 友谊似乎没有那么紧密 许多政策明显不同调 对法国而言 纳哈阳更是帮助 法国军火业的重要人士 2021年底 马克宏出访阿联后 得到一张法国史上 数一数二大的武器订单 阿联一口气采购80架 法国飙风战机 及其他军备 付出170亿欧元 超过5300亿台币代价 2021年9月 澳洲取消与法国的潜艇订单 改买美国货 纳哈阳则就在几个月后 放弃采购美制F35战机 改买法国飙风战机 马克宏连任后 便积极还人情 也拉拢阿联 成败取决于是否能在冬天前 抢购到足够的石油与天然气 一致抗厄的欧美北约盟国 私下各自努力抢燃料 马克宏也表示 要加速建制海上风电厂 并与欧洲各国发展更多跨境能源合作 但看来这目标不是短期内能达到 相较于形势作风饱受争议的 沙国王楚沙尔曼 阿联新总统纳哈阳 现在成为欧美各国积极接触拉拢的对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全球通膨 那么带给美国的重大冲击 已经让每一个商品货物都涨价了 那么对于企业的运营成本来说 也变得很高 脸书的母公司Mita 还有电动车的领头羊 特斯拉都传出了不再新聘雇的消息 而苹果现在由彭博新闻社报道的也传出 苹果在2023年将会暂缓招聘 同时还要大减开支 他们都对于可能的经济衰退 做足了准备 而美国联准会会不会过某升息 让经济陷入衰退呢 7月底的升息幅度 可能会是原先预期的三码 不至于到四码 拜登出访中东之后 没有得到增产的承诺 但是白宫的经济顾问 出面安抚美国消费者 他说未来几周 美国部分地区的平均油价 一定会降到每加轮4美元以下 全球市值第一的企业苹果 也难逃通膨冲击 根据彭博社报道 苹果计划明年在部分单位 放缓招聘和开支 以应对可能的经济衰退 加入脸书母公司Meta 和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等 缩减雇用人数的行列 让苹果股价18号下跌2.06% 智慧手机在今年第二季出货量下滑9% 不过苹果的iPhone 仍是最畅销的手机之一 市占率17% 仅次于三星 目前苹果全职员工 约15万4千人 据了解明年暂缓动作 不会影响所有团队 2023仍计划积极推产品 包括混合实际头戴式装置 不过苹果放慢脚步 显示通膨对这些企业来说也是问题 将会放缓投资新事物和新产品 苹果消息一出 也立刻牵动美国股市 早盘原本上扬的三大指数纷纷走跌 收盘时道琼工业指数小跌0.69% 收在31072点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 也都下跌约0.8% 银行股也吐回稍早涨幅 但高盛和美国银行第二季 净利减幅由于市场预期 股价最终收涨 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 现在正陷入升息矛盾 怕联准会升得不够压不下通膨 也怕升太多导致经济陷入衰退 原本市场担忧月底一口气升息四码 但上周联准会官员暗示可能维持原先预期的三码 而美国人最在意的经济问题之一油价 在总统拜登出访中东 要求油国增产未果 周一白宫经济顾问伯恩斯坦表示 全美油价已连续下跌34天 跟六月高点相比 平均每个人月省25美元 相当台币750 白宫经济顾问说 美国消费者支出就业人口和失业率等数据 并未指向经济衰退 不过经济难题 一颇未平一颇又起 加州旧金山湾港口奥克兰 18号上百名卡车司机塞爆码头大门 抗议加州通过的AB5法案 排挤独立自营的司机 设下更严格标准 让他们更难自由接单送货 加州港口处理约40% 进入美国的货柜 上周洛杉矶港也有类似抗议 恐让疫后供应链问题再次恶化 疫后开始复苏的美国 今夏旅游需求更是暴增 搬机误点或取消几乎已成廉价常态 光是今年美国航空公司已取消超过10万次航班 主要因气候空中交通繁忙和大量人员短缺 根据统计全美班机取消最多的在纽约地区 纽华克和拉瓜地亚机场名列一二 而污点最多的则是芝加哥的中途国际机场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的是 日本跟韩国两个国家现在反扑的疫情 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 日本刚刚结束了周末的三联休 跟我们一样暑假开始 因此整个掀起第七波疫情 目前的一些数据都比过去更惊人 Omicron亚型的变异病毒BA.5 全面入侵日本 全日本上个星期六单日确诊破了11万 这是两年半来疫情最多的单日确诊数 而东京是连续七天超过了万人感染 日本的医疗前线已经传出没有办法收治 没有办法看诊的窘迫状况 一起了解日本的疫情 7月海剧日 日本17号起三联休 海水浴场关了三年重新开放 立刻成为度假大热门 机场也挤满返乡远游的旅客 疫情后第三个夏天 没有任何禁令 日本民众总算能好好享受久违的自由 只不过疫情期间的自由 宛如两面刃 提振了萎靡的经济 也让沉寂一时的病毒再国化 16号全日本染疫高达11万 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 东京一连七天破万 隔壁的神奈川开始受到影响 单日9400多例也创下新高 发烧人数暴增 医院诊所引接不暇 民族转而求助医师团体组成的王整队 调派中心近一周经受超过6000笔请求 也陷入人手不足无法派云的困境 BF5病毒发威 进入7月 日本感染状况快速恶化 医疗压力涌现 尤其冲绳如临大敌 近一周每10万人口确诊数是东京的两倍之多 700多名医生人员因确诊 接触 暂时无法工作 卸下新高 另外让医护头疼的 就是第七波确诊年龄 目前仅集中在孩童 今年异常高温 低学年 学龄前孩童 口罩戴不住 加上疫苗普及率不高 全日本感染人口占比中 19岁以下明显升高 学校 托儿所等群体生活场所 陆续传出封锁班级 关闭校区 为了让大人小孩都能过个安心的暑假 不少家长转念 带着小朋友接种疫苗 只不过工卫专家一再警告 现阶段流行的BF5病毒 拥有更高的免疫脱头能力 防御上更棘手 特别是接下来 还有中原廉价 人们的接触更加频繁 疫苗之外 自身防疫千万不可马虎 若觉些时不适 最好暂时避免外出 见第一遭病毒入侵机会 日本是掀起了反复的第七波疫情 南韩算起来是笼罩在第六波疫情下 南韩的确诊规模跟日本一样 是以倍增的速度升高 星期一通报7.3万例 是南韩两个半月来 担任最高的确诊 南韩的疫情集中在经济道首都圈 首尔一天也是万人感染 因此民众疯抢各种感冒药 但是药具已经买不到 因为药厂的直接配送给医疗院所 南韩已经把新冠治疗 纳入一般的体系 所以染疫的群众 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津贴 他们必须自行负担医疗费用 而疫情再度反弹 怕筛到阳性会花钱 所以南韩的舆论出现了一波 不筛减也不用通报的舆论开始发酵 这使得南韩专家认为 现在的确诊 其实真正的数字 是把黑数加进来恐怕是三倍 而我们昨天也focus了 南韩有可能是双流行高峰 就是BA.5加上BA.2.75 如果是双流行同时的话 那么南韩的单日新增 恐怕会上看30万例 Omicron亚变种 BA.5在南韩掀起新一波大流行 感染再生指数从1.4 再上升到1.58 最近一个星期 南韩单日确诊规模 为时在4万例上下 18号更一口气激增7.3万例 是近两个半月以来最高纪录 新一波疫情集中经济到首都圈 时隔三个月 首尔市单日就突破了 一万两千人确诊 市售感冒药被民众抢购一空 疫情开始反弹 南韩各大药厂优先将解热 症痛剂等药物供货给医疗院所 一般药局通路根本扑补到货 大部分制药商产线全开 积极扩充产能 但也有部分业者不敢贸然跟进 南韩食药处因此紧急重启 市面感冒药库存检查 同时鼓励制药商投入生产 以解决药物供不应求的状况 南韩日前已经将新冠治疗 转入一般医疗体系 不再发放相关生活补贴 如今确诊染疫 在扣除健保之后 患者必须自行负担 医药和检疫费用 社群媒体上扬言不筛减 不通报的舆论开始发酵 南韩当局迟迟未收紧防疫 但疫情明显升温 专家质疑自律防疫成效有限 感染黑数越来越多 实际确诊规模恐怕多出二到三倍 总统引席月十九号早上 重申新政府的科学防疫方针 强调重症防治的重要性 医学专家则持续提出警告 BA5和BA2.75 一旦在南韩形成双流行高峰 单日新增恐怕将上看 二十五到三十万例 面对来势汹汹的第六波大流行 南韩学者呼吁重整防疫体系 因为光靠补打第四针 恐怕难以对抗 具有强大免疫逃脱能力的 新型亚变种病毒 南韩第四针覆盖率成长停滞 上半年最优先施打的高龄族群 截至目前为止 平均仅有五成人口接种 尽管新政府持续鼓励民众参与 但下半年的接种状况 仍有待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了 看下半年的经济 也许现在的一些动态会透出端倪 全球投资人观望 这个星期四 欧央将会启动升息对抗通膨 这是欧央11年来第一次升息 战争冲击了供应链 持续在欧洲延烧 希腊的皮草业 因为欧盟对俄罗斯制裁而滞销 德国出现酒吧 开放顾客可以用食用油 换一瓶啤酒 好让生意继续做 报道一开始是航空业 呈现了全面看窍的付诸氛围 达美航空跟波音公司 共同宣布 那么将向波音 投下100架客机的订单 而英国首相强森也现身出席 法安保国际航空展 在英国气温飙上40度的周一开跑 时隔四年再回归 让全球航派制造商和恒荒业者 再热也要来参加 就连丑闻缠身的英国首相强森 也来凑一咖 除了现场自我调侃 唐宁街还公布一系列 强森在航空展前一周 到访英国皇家空军基地 搭乘军机的画面 宛如首相版的捍卫战士 只不过航空展关注焦点 被一笔重量级的订单抢去 美国达美航空已经同意 要上航太龙头波音 订购100架737 MAX 中程客机 总值高达135亿美元 航空产业复苏市起 波音也顺顺绝集 同步亮相自驾的最新机种777X 它不但是777的升级版 也是全球最大的双引旗客机 但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当天的波音股价以平盘作收 投资人则蓄势待发 近代欧洲央行这周四召开的利率会议 预计将进行2011年以来 首次的升级 尤其欧元区六月通膨 年增8.6% 不但创欧元上务以来最大征服 也早已把欧洲安行原定的 2%目标抛得远远的 对抗空前的物价高涨 升息势在必行 身为希腊前十大出口产业之一的皮草叶 已经因为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大受影响 希腊北部的卡斯托利亚 过去一世纪以来一直是希腊的皮草重镇 也是目前欧洲仅存的皮草制造中心 自欧盟在三月展开对俄国制裁后 皮草由于被归类为奢侈品 不得再出口到俄罗斯 就连在希腊境内 也禁止贩售给从俄罗斯来的观光客 导致这间从事皮草制造 四十年的家族事业 仓库被一件件凋皮大一堆满 加上各大国际精品 纷纷表明不再使用真皮草 让目前全希腊约两千件的皮草制造商 不停向欧盟喊话 尽快将皮草业从制裁中移除 和欧洲人脱不了关系的 还有食用油大缺货 但泽国慕尼黑这间酒吧有法子 顾客想在这里享用一杯啤酒 就得带一瓶葵花油来结账 以确保食用油库存足够 生意也能够继续移运下去 店家不惜做亏本生意 却也体现了供提时间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海基有一个前途计划 在沙漠当中打造新首都 要告非洲第一大楼 而整个建造工程是由中国大陆的样器负责 一片沙漠中处理着几栋高楼大厦 尤其正中央最高这栋 是埃及新首都中央庄务区占地50.5万平方公尺 高385公尺 非洲第一高楼已经封定 非洲第一高楼是中国大陆央器中建集团盖的 整个建造埃及的新首都计划 本京政府提供30亿美元贷款 出动国家队帮埃及盖20栋商办大楼 北京会这么大方 因为埃及是一带一路的参与国 埃及不仅因为在新首都行政区 向北京举债上亿美元 还有贸易逆差超过165亿美元 since the project started in 2018 CBD has been in normal progress even in the most tense times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rogress rate was reduced but the construction never stopped 从2018年开始 北京投资北非跟中东地区 超过280亿美元 而埃及被美领社点名 是濒临破产的国家 新首都华丽登场 也代表出钱出力的北京当局 正扩大在北非的影响力 TU-Cion 看上场成文综合报导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